而光复乡所会首长是全力推动争取地方建设 26号就率领主管同仁与部落干部一行20多人 远赴台北拜会圆明会 主委一将巴洛尔是亲子接待 乡长林青谁是针对了包括部落之星 部落聚会所辟建以及特色道路等将近9项建设案 总经费将近1亿多元的建设提案 当面向主委来进行说明 也获得了主委一将巴洛尔的正面回应达成初步共事 无事不登三宝殿 乡长林青水带着包括泰巴朗部落之星计划案 部落聚会所辟建以及特色道路等将近9大项的建设案 当面向主委报告前期作业进度 后续包括规划费或者工程经费预算等事宜 期盼能够获得圆明会鼎力相助 主委一将巴洛尔细听频频点头认同 光复乡裁员有限 因此索惠是全力向上争取来推动地方建设 25号所会首长林青水廖义军亲自率领主管 以及向代表同仁一行约20多人 远赴台北拜会圆明会 主委一将巴洛尔开辟VVIP room来亲自接待 就目前光复乡推动的建设议案 主委也正面回应达成初步共事 主委阿三也肯定也是明确了确定几个事情 这是我们经过三四年努力的太巴洛部落之心 因为我们就在修改修改 然后最终修改最近完成了 主委讲说最慢一个月之内就可以核定核定 我们就可以发包工程预定在5200万 另外我们的欧特加尔大兴的聚会手 我们现在使用建筑指导已经取得了 然后也请圆明会来进化帮忙 拉进去就是2600万 另外阿鲁龙的聚会手 应该要跟台糖要签合为 我们土地间分割三次一直在修改修改 然后最近会出来 如果好像我们送圆明会 他们规划会会先给我们 希望这两年把这两个聚会手完成 把我们的部落心完成 相公所提报太巴朗部落之心 2200多万元 争取圆明会的竞争型计划 也配合圆明会一部落一聚会所的政策 推动大兴乌加盖阿鲁龙两聚会所 批建总经费约5000多万元 另外还有顾世墙营造建设1000多万元 以及特色道路等等 总经费就超过1亿多元 圆明会也正面肯定 主委一将巴鲁尔也特别说明 圆明会从106年到111年建设经费 挹注光复箱就有将近8亿多元 尤其部落文建站的设立推动 圆明会更是全力支持 主委一将巴鲁尔也特别肯定 光复箱所会首长配合圆明会 用心建设光复箱 并表示 只要是可行性 可做的事 不分族群 圆明会也都将全力以赴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 zoals我们来说明会是玉兰光复权的 并表示